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最后游人带着下跪 号称六壮士张龄把马英九请出来 那不是换鱼 那也不是说把韩国瑜换掉换成所谓的郭台铭 是韩国瑜自己选不下 自己请辞 我们征召就像当年是征召马英九一样 这个时间点还有两个月 1998年台北市长选举 国民党提名一直不愿点头参选的马英九 最终击败陈水扁当选 杨石秋分析历史恐怕重演 他认为韩国瑜选情不利 很难母鸡带小鸡 将连带拖累国民党立委选情 目前立法院席次中 蓝军35席 立委68席 吴多英曾喊出 2020目标是拼到2008年的86席 但恐怕连过半都无法达标 届时蓝军面临三杀 包括韩国瑜选不上总统 立院输得难看 最后还可能丢掉高雄市长 对高雄人背信忘义 而且多次公然说谎 还有他所有的竞选支票 没有一项兑现 这样的一个人 台湾人要落选韩国瑜 高雄人要罢免韩国瑜 明年如果大选失败 市长又被罢免 立委又没有过半的话 其实中国国民党 就会失去中国共产党的信任 而退出这张门票 那其实这个就是第四杀 罢韩团体正在推动其中一杀 连诉书已经累积一定能量 杨石秋解读 一旦2020蓝军落败 党主席吴敦毅势必为败选负责下台 以韩粉狂热 恐怕将拱韩国瑜 接任国民党党主席 国台民不参选的连锁效应 就怕造成蓝军全盘结束 三地新闻综合报道